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推施工 上部结构施工里面呢 首先我们看概述里面 大家掌握一个内容 就是顶推施工里面的一些 临时设施和机械设备 这个要先掌握 什么叫顶推施工呢 是因为我们说 在我们的桥头 路级上面 或者是在路面上面 我们把这个梁预制好 预制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通过顶推设备 把梁沿着桥跨方向来 逐步的顶推过去 搭在我们的桥顿上面去 最后形成了我们的梁 那么这个叫顶推施工法 整个顶推施工当中 我们用到一些设施和机械设备 这些设施设备 是我们要求重点掌握的 因为考试经常会考这些设备 我们有启动机 顶推平台 那么这个顶推平台 就是我们的预制的台座 还有呢 混凝土的半核站 混凝土的输送泵 这些相关的一些常用的一些临时设施 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的导梁 导梁就是我们的鼻梁 因为在顶推之前 还必须是有导梁先搭过我们的桥墩 然后通过这个导梁的支撑 那么进行运输我们的梁 还有横向导翔装置 也就叫纠偏装置 还有辅助单 我们也叫临时墩 还有顶推设备 就是我们的前进点 还有我们的滑动装置等等 这些设备和设施名称呢 大家一定要掌握 而且我们在后面要讲到 这些设施设备在工程当中 或者是在我们这个顶推施工当中 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是我们的 关于顶推的一个施工图 左边是顶推法施工的一个概况 这里面就是我们梁部分 梁把它预制好了之后 通过我们的运力设备把它拼接起来 然后呢 进行用千斤顶往前进行顶推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导梁 就是我们的导梁 下面呢是我们的这个顶推方向 这是我们的台座是吧 我们台座做好之后 把梁往前进行顶推就行了 而另外一个图呢 就是我们的跨境比较大的这种 除了我们的导梁 这些之外 还有一个临时支柱 就是我们说的临时墩 就是我们这说的临时墩 它主要是在顶推的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支撑 那么这个梁是处在一个悬背状态的话 那么很容易出现呢 上面受拉 或者是跨度太大 容易下面来出现什么样 过大的弯矩 导致梁要出现问题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呢 设置了临时墩 那么右边这个图呢 也是顶推施工的一个过程图 大家也可以看 这也是我们的临时墩 是吧 这是我们的临时墩 这也是我们的临时墩 好了 这个大家先基本的了解一下 就是把梁预制好了之后 从岸上 向桥跨方向 依次进行顶推 那么我们看顶推施工 有哪些类型 那么顶推施工的分类 我们这个分类 一个是根据顶推的动力装置 分为单点顶推和多点顶推 这个类型大家了解一下 根据动力装置的分类 我们分为布局式顶推和连续式顶推 还有根据施加水平率的方向来分的话 我们分为水平竖向千金顶法 和拉杆千金顶法 这个呢就是水平方向的 这个是竖向的是吧 所以就水平竖向千金顶法 先用竖向千金顶把梁顶起来 然后呢再用水平竖向千金顶 顶我们的竖向千金顶 往前进行滑动 有个滑道 那么在滑动的过程中 梁体往前进行移动 所以就叫水平竖向千金顶法 另外一个就是拉杆千金顶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拉杆千金顶 好了这是我们啊 关于这个按照水平率的方法 施加水平的方法来 第四个分类 根据支撑系统可以分为 临时滑道支撑组装 顶推 还有永久支撑装置顶推施工法 还有根据顶推方向 分为单向顶推 双向顶推 根据按相阶段的形成方式 分为分段顶推和阶段顶推 好了 这些顶推方法的一些分类 大家要掌握 这也是我们今天新增的 可以考选择题 可以考我们的案例题 让你去判断 第三个就是顶推方法当中的施工工序 当然这个就更重要一些了 工序怎么做的 首先我们在预制场进行准备好我们的梁 做好了之后 制作模板和安装钢导梁 然后顶推设备能安装 这个顶推设备安装就是我们说的千金顶的安装 然后来进行阶段的预制 预制阶段 然后张拉我们的预理金 预理金做好之后 开始顶推我们的预理阶段 然后进行什么样 灌浆压 灌道进行压降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进行做的过程的一个工序 那么他说这个循环四到七个步骤 这四个步骤是什么样 周二复式的 所以说我们在考试当中很容易问 哪四道工序是周二复式的 请你写出这四道工序 这几道工序来 四到七 这五道工序来 这四个哈 一 这是从四方面就从这开始 预制阶段开始 一直到七 管道压降是周二复式的 那么顶推就位后 放松我们临时预理金和拆除我们辅助设备 张拉后预期 达到这个后期的预理金以后 管道压降 然后落梁更换制作 最后桥面 工序施工最后验手 那么大家主要是掌握中间这四到七这个步骤里面 它在顶推当中是逐步的往前面进行做 第二呢 顶推施工中的施工要点 施工要点 施工要点当中我们看 导梁和临时墩的施工 怎么施工 导梁 钢倒梁施工 它主要是钢倒梁 跟我们的钢梁之间呢 应该采用焊接连接的方式 以钢梁之间的焊接连接方式 或采用了 罗算连接的方式 主要倒梁 第三一点呢 就是对于跨界大于五十米的这个梁 我们要摄零时吨 好 这个要判断 你一个是跨界大于多少 大于五十 要说什么 是零时吨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零时吨 我们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就画过这个 请问这是什么名称 这个叫零时吨 是吧 或者是我们跨境 比如说是六十米 但是我们在施工当中 没有设置零时吨 让你去判断 施工这个做法对不对 第七 零时吨一般只设滑道 就是说你可以量 滑过我们零时吨顶部 但是不是顶推装置 不会是我们的 竖向坚硬点 或者是水平坚硬点 三 两段顶推施工 顶推施工之前 我们应该根据量底的长度 顶推的跨度和 桥墩能够承受水的水平推力 还有我们的顶推设备 和滑动装置等条件 那么选择实际的顶推方式 按顶推动力装置的多少 我们顶推的方法 可以分为单点顶推 和什么样多点顶推 根据顶推的方法 是吧 可以分为 根据动力装置来 单点顶推主要使用在一些 桥台刚度较大 两体较轻的施工条件 多点顶推使用于 我们的这个桥墩较高 还有前面尺寸较小的柔性顶推 说什么时候选择单点顶推 什么时候选择多点顶推 要根据我们桥的这个受力情况 前面大小 桥墩高低来决定 第二个多点顶推又分为 多点间断顶推 和多点自动联系顶推 还有第三 按照施加的水平力的方向 前面也讲了 有水平加速向顶推法 和拉杆前进顶法 这个前面都讲过了 第二个顶推滑道的装 滑道的长度的计算 顶推滑道的长度 应该是大于水平千斤顶 形成加上滑块的长度 滑块的长度 然后呢 具体在施工当中 我们滑动装置 又有以下的规定 数向水平千斤顶 顶推方式的滑动装置 一般是由摩擦垫 还有呢 滑块 还有滑板 和滑道组成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滑道 滑道 上面呢 有我们的滑块 这是我们的滑块 当然这个呀 你就看一看 滑动装置有哪些 第四 采用单点顶推 或多点水平千斤顶 方式来顶推的时候 实际种顶推力 不应该小于 计算顶推力的两倍 啊 知道 两倍 第五 应该在灯顶上 要设置导向装置 这个导向装置 也叫纠偏装置 它其实在我们 量往前面顶推的时候 那么 旁边的这个千斤顶呢 可以啊 进行呢 固定我们这个 位置 所以专门有个什么 水平千斤顶 侧向啊 这个 自动器 侧向位的自动器 那么这个自动器 其实就是控制我们这个 往前进方向的一个偏 位置的偏移 所以这个叫导向装置 第四 落量 那么推到了我们要求的高度以后啊 我们就行落量 落量是应该根据设计规定的顺序和每次下落量的进行 同一吨台的千斤顶要同步进行 关键词同步 还有第三 永久制作应该在落量前进行安装 什么时候安装永久制作 是在落量前 第三 顶推施工粮的质量要点和主要检验的内容 我们看第二点你们提到了 关于我们千斤顶及其他顶推设备 在施工前应该仔细检查校正 多点顶推必须确保同步 顶推过程当中 我们要是专人观察 蹲台的成降 还有蹲台的纵向位移和量体的偏位 还有导量和主量的扰度等项目 就是说要观察什么 第四呢 顶推施工质量检测的项目 检验的项目包含了量体的轴线偏位 第二个落量和反力和支点高差等内容 好了 这是我们上部结构的 这个关于顶推的施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EB413065 桥梁上部结构的转体施工 转体施工这个我们也一般考的也很少 首先我们来看转体施工方法有什么法 速转法 平转法和平速结合法 这个就是我们的速转法 从下往上进行转动的叫速转法 这个叫平转法 是这样转的 是吧 这样转的 而平速结合法先是什么呀 先是平转法 然后再速转法 那这三种方法 其中我们重点来看一看 平转法的施工 平转法我们有平衡重转体施工法 和无平衡重转体施工法 其中有平衡重转体施工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就是个有平衡重转体施工法 它的转动装置呢 主要是有四虎滑板的环道转体 或者是有球面角的转体 它相当于是我们那个塔吊一样的道理 塔吊当你吊了中午后 之后要进行转动 那么就是这种的 就是属于有平衡重的转体施工法 整个转体工艺包含了 首先是拖架 第二个呢 转动 第三个 转盘封骨 第四个 拆毛喉咙 知道这个工序 我们一般考这个工序考的是我们的选择体 让你去排一下这个转动的施工工序 这就是我们的平衡强 平衡重 这也是我们的平衡重 相当于是我们的转当中 后面有个平衡的体系 来平衡我们这个桥的这个质重 来进行转动 那么转动活龙的时候 我们从两边往中间进转动 活龙到中间活龙 活龙的时候一定要控制我们这个桥体的高层和竹线 两桥拱桥都是一样的 活龙的时候一定要控制高层和竹线 那么看是不是在同一个高层上 是不是在同一个中走线上面去 还有活龙的时候都是在日最低温度 前面我们 两桥也是一样的 第三呢活龙时应该采用钢器擦肩等损失活龙的措施 在混凝图达到设计强度的85%后呢 我们在分批分级松口 拆除扣锁 达到多少 85% 第二个呢就是无平衡重 那么无平衡重 那么这个梁的这个桥的这个质种是由后面的某定体系来平衡 那无平衡重转体有某固转动 卫孔三大体系 包括了转动体系 某定系统施工和转体施工和活龙泄口施工等这几个工序 这就工艺 好了这个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一般来说我们在考这个转体施工的这种内容 我们历练来考试的话 基本上很难会接触到大家做个简单了解 好了我们再来看 EB413-066 桥梁上部结构的缆缩调装施工 缆缩调装施工 好了这个就要做一个重点来掌握了 我们不管是梁桥还是拱桥 我们都是可以采用缆缩调装的 一般在什么地方可以用缆缩调装法呢 好了我们看概述里面就提到了 在峡谷地方 你看有一个大峡谷 那么中间你不可能打任何支撑对不对 还有水流水深急流的河滩 河段上面 中间是河水 也不利于我们打其他的支架法 所以说我们呢 就可以考虑缆缆缩调装装 当然在有通航的河流上面 我们也要考虑缆缆缩调装 所以这三种情况 峡谷深水 水深急流和通航的河流上 我们都可以考虑缆缆缩调装的施工方法 那么调装的设备包括了哪些设备 这是我们要求重点掌握的 包括缆缩调的塔架 还有缆缩调集主锁 还有启动锁 牵引锁 扣锁 工作锁 风缆 横溢 跑车和锁安和锚定等等 那么这些设备缆缩调装设备 我们要主要是结合到这个图来进行掌握 哪儿是主锁 我们看这儿就是我们的主锁 它主要是承受我们的这个调装的这个每一个梁的一个重量 这是我们的塔架 这是我们的塔架 还有塔架的后面呢 有我们的锚定 是吧 有我们的锚定 然后这个当中我们有Q锁 扣锁就是固定每一个梁段的时候位置的扣锁 还有我们的封栏 这是我们的封栏 这是封栏 它主要是控制我们这个梁的横向上的一个稳定 扣锁主要是控制纵向上的稳定 好了 大家都可以从这个图当中进行一个了解我们关于这些设备的 一些名称 当然这里面还有我们的起重锁是吧 起重锁 第二个调装方法和要点 怎么调装的 难说调装 不管是梁桥拱桥 它调装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把我们的梁段进行预制 预制好 当然这个预制可以是拱乐 也可以是我们梁的某一部分 然后运输好了 预制好了之后 运到施工现场进行调装 调装完之后再进行什么 再进行调运 调运到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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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个扣锁进行临时固扣锁进行临时固扣锁进行临时固扣锁 也注意到这个图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能扣锁把它临时固扣起来 主要是控制在纵向上的什么样一个位置 然后对够拱断拱锁进行轴线的调整 最后呢 火拢 最后做拱上建筑的安装 好了 这个大家要掌握 因为拱桥我们还从来没有考过 没有考过 那么有可能我们下次可以考一些简单的拱桥的吊装 用懒说吊装 对大跨境拱桥吊装 由于每段拱勒较长 那么重量较大 为了使拱勒吊装安全 那么应该尽量采用正吊 正落位和正扣 三正 因此呢 锁它的宽度应该与桥宽呢 相识 好了 第二 施工中的注意要点 在施工当中 我们揽锁设备刚才介绍了 在使用之前 一定要对整个揽锁设备的安全性进行检查 所以说要检查的项目和检查的方法之分 我们要对哪些进行检查 要对我们揽锁当中的地毛 地毛要做释拉 还有呢 对锁扣 要进行释拉 还有啊 主锁系统要进行释调 所以说地毛释拉 锁扣和主锁系统的释调 主锁系统的释调 那么这个安全要求 安全系数要达到三 你看我们前面 我们的这个 移动模架 还有我们的旋臂施工 和我们揽锁吊转 都有这个安全系数要求 其中最高的就是这个了 揽锁吊转的安全系数 我们主锁系统在正式使用之前 因为它是主要沉重的一个部位 因此呢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试调实验 那么这个试调实验分三步骤 第一步就是 跑车空载反复运转 第二近载试调 三调中运行 第一个就是说 跑车空载 就是不吊任何东西的情况下 在上面进行运行 另外一个是吊着货物 但是不运行 第三个是吊种运行 就是吊着重物呢 要运行 那么吊种的设计货载 一般是按照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三呢 依次进行的增加这个货载 对阳主锁进行一个试调 第二 设置风软是应该注意 注意什么呢 风软 刚才讲了 这就是我们的风软 风软主要是控制我们 这个梁的 或者拱乐 或者是梁的横向的一个位置 当然我们这儿是拱桥 主要是拱乐的横向位置的 风软我们可以布在 岸上 水中 或桥墩上面 一般如果是控制边框的 这个拱乐 我们都是布在岸上的 如果铺在我们的中框的话 那么这个风软呢 你就要么布在水中 要么布在桥墩上面 而且上下一定要怎么样 对称布置 且上下由风软的长度相差 如果不大的话 风软与拱乐轴线的夹角 要大于45摄氏度 什么意思呢 有这个 这是我们的风软 这是我们的拱乐的夹角 这个夹角大多少 要大于45摄氏度 大于45摄氏度 与地平面的夹角 大于为30度 那什么意思呢 有这次风软 风软与地面的夹角 应该这里是30度 那这样一个要求 第三 松锁 最后我们活龙以后呢 这个要把这个锁全部松掉 那么松锁过程中 必须要注意下面要求 第一点 松锁时应该按边扣锁 次边扣锁 其中锁 三者的向后顺序 对称进行 知道 按照次序 先边扣 次边扣锁 或其中锁 一次来进行松锁 而且是对称均匀的 好了 这是我们上部结构的 揽说吊庄 下面我们再来看 1B413067 桥梁的改建施工 桥梁改建施工 主要说的是我们 桥梁的加宽 加宽 他说目前公路桥梁改建加宽 位置我们分为 单侧加宽和双侧加宽 就是说桥梁的宽度不够 我们就在桥梁旁边 再跟他加一个桥梁 是吧 增加这个浅隔桥的宽度 因为特别现在我们路 也是一样的 路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再加宽这个路 由于现在这个交通量越来越大 他说按照上部结构 与下部结构的连接 处理这个方面 我们可以用三种方案 那么哪三种方案 第一个就是 我们新桥跟旧桥 的上部结构与下部结构呢 都不相连 就新旧桥梁 上部结构与下部结构都不连 那么就是完全是独立的 新桥是新桥 旧桥是旧桥 另外一种就是 新旧桥梁上部结构 下部结构相互连接 那他都上下都连接的 第三种就是新旧桥梁上部结构连接 而下部结构什么 分离 就上部连接 下部结构分离的 那么这就是三种方案 那么到底怎么连接 所以第三点我们就提到了 新旧桥梁上部结构 拼接的构造要求 上部 拼接的构造要求 其中我们整个 拼接的构造要求 拼接的形式上 我们有两种 一个是角接 一个是刚性连接 其中 实心板 空心板 那我们的连接方式 采用的是角接方式 梯梁 我们用的是什么样 刚性连接 然后呢 其他的连续桥梁 或新旧桥梁之间的拼接 我们都用什么 角接 其实这个大家 你就掌握一个就行了 T梁 用什么 刚性连接 其他团队用什么呀 用角接 不管你是板 还是梁 那么都是用角接 只有T梁用的是 刚性连接 因为这个地方考选择体 你知道找到 如何把它记牢就行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 新旧桥梁 上部结构的 拼接的 施工 那么整个桥梁的改建 再来看 EB413068 桥梁施工监控 桥梁施工监控里面 我们看桥梁的监测里面 第四小点 第四点里面 常规监测的工作参数 和桥梁监测系统 与手段里面 看一看 参数有哪些 我们进行桥梁监控 参数包含了 位移变形力 动力参数 外观 完整率和物理化学现象和环境 一共七个方面 考参数 另外一个 桥梁施工的控制 控制的方法 我们有三种方法 分别是 事后控制 第二 预计控制法 第三呢 自适应控制法 第四 最大 允许宽容度控制法 一共是四种方法 也是考选 这体为主 由于这些内容 我们 也是考的频率 非常之低 非常之低 大家抓住一些 主要的内容就行了 好了 我们整个桥梁的这个 事工呢 就介绍完了 那么就是一般的这种桥梁 从下部机构到上部机构 是吧 那么我们就做了个全面的介绍 那么后面呢 我们还有一些大跨端桥梁 再来给大家进行介绍 好 我们下节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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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